死刑犯要等死之前那种夜暴 那种眼神 那种恐怖 所以他们对信仰 增强 每天就跪着送地藏经 跪着 跪着送地藏经 因为他们知道要死了 我还要教他怎么死 我还要教他怎么死 当打你的时候你要想什么 而且我发这个愿 我跟他说 你要是想不起就想我 一死就赶快来找我 因为他至少认识我 还真的来找我 因为我晚上有时候会觉得怪怪的 后来某人又被墙壁了 然后对我有帮助 因为我就会带着他 虽然我有点会怕 你不可能不怕 对不对 但是把怕转为慈悲 我会更精进 为了他 我要更精进 很认真 很认真 所以人如果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监督的力量你就会放松 最好各位观想 这个烟青寨主就拿着斧头 准备砍你的头 如果你一放异他就啪下去 所以他们这些轨道跟着 这些死刑犯跟着 他有时候还会让你感觉到 他身体的痛苦 心里的痛苦 我有一次感受到我有点哭 我去那个执行死刑的地方 我想说他们死了超多久 后来我感受到一个心里很痛苦 我就问里面的人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 死刑犯被判死了 他家里的人不来收尸体 不收的 然后呢 不让他入祖先排位的 所以他就很可怜 他死了他觉得他杀人该死 但是家人不要他是他最可怜的事情 我居然感受到这种心态 我就问那里面的管理人 他说是啊 是啊 他们死之前会哭啊 通知家里人来 他说我要死了 你通知我家人叫他们来帮我收拾你 不理的 他们就只好在那个地方游荡 或直接下地狱这样 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 晚上没有人会去 没有人 一去就感受到那种气氛 他们都被杀的气氛 但是那个地方我们需不消去 要啊 所以来 法会共得 回向所有死刑犯 被烧死的 被吊死的 被砍头的 被枪毙的 被垫死的 南无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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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很重要 各位就可以修悲心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苦 那种慢慢烧啊 过去的火形实在太痛苦了 从脚上慢慢烧啊 那各位你要体受那个痛苦 你才会生起悲心 所以我刚刚讲的几种心 在悲是 惭愧心 报恩心 对三宝信心 深信因果 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下世道 世间福报 再来呢 进入佛法的核心 来念一下 粗离心 粗离心 各位怎么体悟呢 大宝法王做一个比喻 就像你在看电影看电视 你知道那是假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叫出离心 你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儿子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变化的虚幻的 你不要一直想要抓住 我想跟在家人讲这个 还有一点白假 因为你们是在家 怎么会有出离心 你有出离心早就出家了 但是各位 但是你还是要这样关系我 虽然拥有 却知道他会离开 好不好 你不要一直认为说他不会离开 你要觉得像我经常想 我已经八十岁了 我已经九十岁了 所以我现在还在想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能做的 多结一个圆也好 一条鱼也好 我们台湾话说 够减求 加减赚功德 一根米也要赚功德 一条鱼一只鸽子也要赚点功德 那因为这个世间 离开是必然的 死亡是必然的 所有你现在拥有的都是 镜子里面的东西 请问 镜子里面的东西 能不能拿得到 拿不到 你一拿了镜子就破了 所谓出离心 就是各位你要放下 放下 甚至三界如火载 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这一点你不能光讲 我修出离心禅修将近两年 这个两年那个师父很严的 礼拜一到礼拜五修功德 礼拜六到礼拜天修出离心 修出离心在那边思维出离心 要思维到哭 因为你离开你儿子 离开你所爱的 对不对 你得癌症了 你要一直思维 而且在思维过程 他就拿棍子一直打你 一直打你 打你干嘛 让你对这个身体都要有出离心 不能怕痛 不能爱面子 强迫修出离心 我修了两年 那一位女众法师才允许我出嫁 因为我不能跟她出嫁 这位女众法师对我很好 但是我是男众 我不能跟她出嫁 但是她对我真的很好 她也不要求我跟哪一位出嫁 她只说你要自己去找 但是我既然你要出嫁 我要教你修 处理一下 所以跟我一起修的几个人 都修的受不了 要么被打跑掉了 要么哭到不行 老师会教你什么修 你最爱什么 儿子 开始观修他怎么死的 被火烧死 你要修到然后他就拿一堆卫生纸给你 你要看到哭 哭了再哭 哭了再哭代表你已经相信他会死了 他会离开了 你要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观修 各位要养成习惯 但是出离心也是佛教的目的 解脱生死轮回的苦 所以各位 佛法是这样 想到自己的苦 轮回的苦 你才会生起一个 哎呀 我要解脱生死 那为什么不能解脱生死 因为我们有我质 放不下 我质就会产生贪嗔痴 对不对 各位 有没有爱什么 你要说没有 有没有恨什么 你要说没有 你有 就是没处理 但是有知道就好 至少有惭愧心 我要多思维它的变化无常 实在不容易 所以在阿含经里面 讲了很多出离心的修行方法 那我经常去缅甸泰国 我喜欢去 因为光在理论这样讲出离心是不准的 你一定要面对尸体 面对魂目 再来要面对什么 面对鬼在你面前 我们今天有一只狮子要咬你 这个叫没处理性 以前有很多人骗人家说他是阿罗汉 那乌巴库尊者就会变成一只狮子 那个人跑掉了 那还有处理性 处理性是没有我的 变成美女 勾引你 变成魔鬼 刺激你 如果有空性阿罗汉 他如如不动 因为所谓处理性是没有我 所以我有什么好怕的 这一点 各位 要不断的观修处理性 那有了处理性知道自己痛苦 开始就走入大乘佛教 为什么 我们自己痛苦想要离苦 那众生母亲呢 众生母亲离苦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转为大乘 转为大乘最重要的是 没有我在受苦 这个叫什么来 失为空性 对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受苦 但是众生不知道 所以你要转为利他的大悲心 但是这个悲心不能光在理论上 这个悲心必须有真实感受对方的苦 就像那一天我们买车的司机 一车还三车 他的继父死掉了 他说他开车开不下去了 对不对 他就不知道是请假回去了 因为他要回去 至少送送他父亲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感受 他有感受 那对我们我们就没感受 是你爸爸 所以各位那这样不行 所以我就说 我把我们功德 法会的功德回向你的爸爸 你爸爸这个时候往生 选对时间了 我们这一团做了很多功德 特别是继父 各位 生父的功德大 还是继父功德大 养的比生的功德大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众生的功德大 还是父母的功德大 众生的功德大 因为父母生我们 但是众生养我们 所以各位 你自己要出离 那不够了 所有众生都解脱生死了 那才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要去感受众生的苦 而生起大悲心 那有了大悲心 怎么可以度众生呢 那你一定要成佛 你不成佛没有用 所以有了大悲心叫生起 来菩提心 那所谓菩提心 就是我为了所有父母众生 为了让他们离苦 我一定要成佛 我成佛我要带着每一个众生成佛 就像噶玛巴 只要有一个弟子为离苦 他就会来轮回 带着你离苦 直到所有弟子都离苦了 他才要脱离轮回 所以他有真实的 但是为了要帮助众生离苦 那你一定要圆满菩提 那圆满菩提 那各位叫实践波罗蜜 自立地堂 所以念一下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智慧 你以布施来结善缘 基福报 以布施来断除自己的金钱占有益 各位钱是谁的 五家共有 钱不是你的 水灾 火灾 贪官 对不对 强盗 还有一个是谁 败夹子 钱不是你的 是赶快花掉吧 不要让你的败夹子把你亏掉了 所以钱不是你的 所以各位要布施消除奸贪 要持戒 各位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 都不能有报复的心态 记住 都不能想说 我要弄个让他难过 这个就是持戒 持戒并不是说我不杀生 确实你还在告人家 持戒是 今天外面这个女孩子勾引你老公 他可不可怜 你不能报复他 你不能按照网路说大老婆去打小山 那你就破戒了 所以吃肉杀生是不是破戒 不慈悲 因为那只鱼是因为我们要被吃才被吊被杀的 你要想想这个 所以大宝法王是吃肉还是吃素的 那你知道就好了 所以你也应该要吃素 大宝法王连蛋都不吃 牛奶也不喝 他非常严谨的 因为他认为 他认为如果吃了肉我就没有悲心了 所以而且发誓 愿我从今天生生世世都不吃肉我要放法院 所以不吃 念一下 不吃消除前滩 持戒消除伤害 忍辱消除称慧 站在大乘佛教 会爱发脾气会生气 不明为菩萨 没有资格做菩萨 菩萨就是要度众生 你怎么可以生气对方 生气对方就是我不要你 我还要骂你 那你就度不了对方 所以各位呢 忍辱除了有无量的功德 脸会长得漂亮 口才很好 钱很多 人缘好 升天 而且你还能够度对方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的 生命的敌人在内心里面 坦秤词 傲慢 这些懒惰要消除掉 所以你为了圆满菩萨 毕竟你要实践波罗蜜 第四 精进度懈怠 禅定度散乱 般若度愚痴 而且各位这个六度波罗蜜不是分开做的 你在读经就是要圆满六度 你在放生要圆满六度 你在持咒都要圆满六度 各位今天来道场要圆满六度 我要来布施 我在这边持戒 我在这边忍辱 对不对 肚子饿不饿 很饿 我早上没吃饱 在这个时候精神最好 很专心 了解吗 因为你要忍辱 精进度懈怠 我每次讲课看到别人走 我都有点想要哭 要离开我了 我不是感情人 是说佛法很重要 我每次都不舍得下课 大家能够 在这边